我们一人做慈善是假的 是不是有假的呢 有 有假有真 我也是从假的做起来 我们都知道在娱乐圈中 明星为了自己在外界的形象更好 都会很高调的做公益 这样外界对于他们的评价都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 有些明星做公益只是一时的冲动 并不能坚持很久 一直都是在宣传自己 当然在娱乐圈中呢 也有很低调做公益的明星 就比如谷天乐 谷天乐出生于农村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使他更容易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成名之后 谷天乐并没有像某些明星一样 买豪宅买豪车 而是把自己多年来拍戏的钱 全部都捐了出去 而对于这个行为 他并未伸张 直到2012年 他做慈善的事情 才被媒体给暴露出来 如今的谷天乐 虽然作品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外界的形象一直都很好 这主要是源于谷天乐 热衷于做公益 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节俭 但是在做公益的时候呢 谷天乐却非常大方 到如今已经建了100多所的学校 并且一直在坚持 让没有条件读书的孩子们 都能够学习到知识 这就是谷天乐坚持做公益的用心 对于很多明星艺人来讲 拍电影或者电视剧 都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钱 让自己过上更好的日子 但是对于谷天乐来说 拍戏就是为了让自己 能够不停地做公益 因此这对于他来说 意义非常重大 从出道到现在 他也经历了非常多心酸的事情 他也是从一个小演员到实力拍 由他主演的射雕侠里 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 在里面他饰演杨过 谷天乐将杨过这个人物 饰演得非常到位 通过这次成功的演绎 也为他带来了很好的机遇 之后他也拍过非常多优秀的作品 但同时呢 也有一些被大家称为烂片 可是并没有人会去责骂他 甚至大家都会为他捧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谷天乐之所以会拍这种戏 原因就是为了帮助更多人 这样的明星是值得大家去追导 他做的很多事情 也被大家记在心里 古天乐的善举感染了很多人 可能因为这样 有些粉丝已经把他当成生存的希望 在一次活动当中 有一位女粉丝当众给他下跪 并且表示向他借一百万元用来治病 他绝望的动作以及无助的眼神 很明显是将古天乐当作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顾着哀求希望古天乐借钱给他 并且表示一定会还的 不过当时现场由于人太多 以及保安也在竭力保护古天乐 所以他并没有看见 但是随后古天乐得知此事以后呢 他却说了九个字 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虽然仅仅只有九个字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古天乐慈善的心肠 但也有网友认为 女网友这种强制要求就是勒索 但不论如何 古天乐还是帮助了他 目前古天乐还在默默地做着公益 从2009年开始到2018年 十年的时间里 古天乐为内地贫困地区 共建了108所学校 还为了解决贫困地区的人们 吃水难的问题 给当地的居民打了750盐深水井 使大家都吃上了自来水 做这些还不算 为了解决贫困边缘地区农民 看病难的问题 还出自建了18所 乡村卫生院 为了维持资助 他也一直坚持拍戏 甚至无暇顾举自己的感情生活 直到现在都没有结婚 Jessica的故事 继沉秦记再合作 究竟是谁的主意呢 其实是我妈妈的主意 因为你妈妈也是孙圈的粉丝 对 实际是 就是说你经常有很多东西说的 我偏多 但是有需要 不是,他现在也多了很多 以前他不说的 这个他的主意也很大 我跟他分别是我有需要才说的 是的 他是没有需要都说的 他的东西通常说都是有建设性的东西 我的东西可以 没有建设性都说的 是的 那没那么多dead air嘛 是不是 那倒是 都是的 那你应该有图书馆做的 那对此你怎么看呢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